不特别去细讲 其实就是在生化研究里面 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方式 去让它可以去依照它的一个 就是说比较不会一下子就呈现 不是只是依照自己的重量 还有根据这个Sugar 就是在比较浓稠的环境下 它有一个可以呈现慢慢的沉降的概念 好不好 那我就先讲到这边 那这个第三个部分 它的一个分析 你们要记住一个单字 DNA是双五的 所以它会有Denature跟Renature 这个第一个字要记得 Denature 所以Denature是什么意思 各位你们知道 DNA有所谓的Denature跟Renature 什么叫Denature Denature的意思是什么 那边 变性 什么叫DNA的变性 好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中文不好 这个中文不对 因为 我等一下会讲为什么不对 但是 你只是按照字面上翻译来的 也没有关系 但是其实是不太对等的 好 那Denature应该是什么 双骨变单骨 OK 这叫Denature 好 那另外一个 请问Denature如果在蛋白质叫做什么 Denature在蛋白质才叫变性 OK 好不好 所以说各位 什么字用在哪里有时候很重要 那 为什么 Denature 那 什么叫做 然后另外一个 它的对应当然就是叫Renature 所以呢 DNA是双骨 当它从双骨变单骨的时候 或从单骨变双骨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它 它到底是单骨还是双骨 当然重量可能是一个看的标准 那有没有其他的标准 西光度 西光度 西光度可不可以再想细一点点 单骨的西光度就是这样 好 那讲到这边其实就要够 所以 它本来是双骨的 Denature之后 它的西光度会变多 你本来看起来是 本来西光度是零 是一百 结果后来 你就是发现说 你把它加热加一加之后 有一半的Denature掉了 可是你不晓得多少 结果你预测 它的西光度变成两百 类似像这样的概念 所以我现在就要跟各位讲 双骨的时候 它的西光度是比较低的 然后单骨的时候 它的西光度增加了 这个现象叫做 Hyperchronic Shift 就是变成高西光的转换 所以说Durin的Denature Denature Denature过程中 它会有一个西光度变高的现象 这个早期在做DNA 这个单骨双骨的研究的时候 非常在好 因为它会配合什么 因为 为什么呢 各位 那我问你 DNA 给你一段DNA 请问它的Denature的温度都一样吗 Denature的温度一样吗 或是说 要把双骨变成单骨的温度 会不会一样 应该是不会一样吧 那你觉得是什么东西 你会决定它 会比较容易打开 温度比较低 或是说它比较难打开 温度比较高才能够打开 什么东西决定 渐渐对的组成成分 为什么 是因为它们间接的强度不坏 那渐渐对的成分 可是它就是ATGC 它间接都一样 可能有一些AT间接比较多 或是GC间接比较多 OK 好 所以说 可能渐渐的含量不一样 会造成它的变量 那你会觉得说 渐渐含量 什么样比较多 A比较多 A T比较多 还是GC比较多 会比较难打开 会比较难打开 怎么大家都知道 我看有没有 没见过的人 有谁没有被我点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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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第几组的 第六组 好 你还比较少打 好 你也很少打 我给你机会 来 GC有三个清剑 OK 好 好 所以 GC有三个清剑 所以它比较难打开 所以 温度会比较高 对不对 好 没有错 就是这样 所以这边 很可能会给你两条曲线 一个呢 叫做TN77 一个叫TN88 它全能完全问你 请问哪一个GC含量多啊 哪一个GC含量多啊 哪一个GC含量多 绿色的 对 没错就是这样子嘛 所以有时候考试这个 那你说你今天背了一大堆GC怎样 一高 它题目大部分都会出一个实验的现象 告诉你 请问你选嘛 OK 所以你要是不知道这个 然后甚至会讲说 请问这个现象叫什么 那 就是要知道这个嘛 所以说有时候 不太 考解释名词 有时候是考解释名词 让你去解释 有时候有些东西 是出一个题目 让你去解 去了解一下 到底它的原理是什么 或者它的一个专用名字是什么 OK 好 这个大概有什么问题 大家就这样 很简单 好 那再来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叫做hybridization 什么叫做hybridization 什么叫做hybridization 你们最近都常听到hybrid 油电混合 hybrid 那请问 在分子生物学里面 讲到的hybridization 是什么 hybrid是什么 你们都同一组的 很讨厌 早知道我刚才给他机会了 来 赶快想一下 来 你说 分子的混成鬼域 分子的混成鬼域 太深了吧 我没有讲到化学 不行 这不是我要的 不是我在这个DNA的部分 诶 hybrid 你说是混成鬼域 什么意思啊 有谁可以解释 什么叫混成鬼域啊 4S 是 S VSE OK 那可能太化学了 但是在我们这里面 并没有讲到这个 所以我跟各位讲 hybrid 或是hybrid 有很多的 在每个领域都有可能讲得到 那我现在主要是要讲这个hybridization hybridization 好不好 那 好啦 跟你 杂交嘛 就DNA接啊 有人说是叫杂交 就是DNA接上RNA DNA接上RNA DNA怎么接上RNA DNA是双骨的 RNA是单骨的 所以怎么接 拆开来接 拆开来 把DNA一股跟RNA一股接 好 那 那请问 请问一下 所以这个叫做hybridization OK 那我 人造一股DNA去 去结合 就不叫hybridization 杂交一定要DNA跟RNA嘛 DNA跟DNA可不可以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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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好 OK 好 所以 所以 你们不要被这个杂这个字 给 给混到 可以那个 那个 弄到 Hybridization 其实的概念 其实就是互补的片段 结合就是 就是了 所以呢 它有可能是DNA 单骨的 要单骨的 跟RNA 跟RNA接 跟RNA接 然后另外一个 你要看哪一个是你要去hybrid 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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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是DNA 你拿RNA去hybrid 它 可是目标是RNA 你可以拿DNA去hybrid 它 各位了解吗 同样的 目标是RNA 你可不可以用RNA去hybrid 它 也可以啊 可是各位 各位会想说 那我没事hybrid 要干嘛 我没事hybrid 要干嘛 为什么我要hybrid Hybridization 我hybrid的目的要干嘛 为什么我要去杂交 测试它们的亲缘关系 会不会见解 这个会不会用不到 为什么你会这样子想 你讲一下 不同物种 如果DNA 如果越接近 它们hybridization的程度 都会越高 或是这样想 OK 很可惜的是 我刚才讲到 我们的hybridization的定义 刚才有人讲说 我在 我想要去看一下 亲缘的这个远近 我拿那个狐狸的 然后来去接 跟狗的 看能不能hybrid之类的 这个是 你刚才讲到 可能有点像是 遗传的混种 这个概念 那DNA 我们大部分来讲 hybridization 纯粹要 base 一定要一样 所以这没有所谓的 亲缘的关系 了解一次吗 好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 hybridization 简单来讲 就是说 我手上有一个片段 我手上 我手上 应该讲说 应该讲说 我知道说 胰岛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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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胰岛素它的基因片段 ATG ATG CG 我知道这一段 可是 请问 它在染色点哪里啊 它在染色点哪里 我不知道 所以 所以 我可不可能去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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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东西 跟它去做结合 这个东西 会不会认 认英雄领 会 结果后来认了在这里 先决条件 这个要做什么事情 你要眼睛看得到 这个要做什么事情 这个要做什么事情 这个呢 给它 给它 一位 標定放射性 或者是荧光 都可以 所以你要標定它了以后 当你下去砸合的时候 因为这个东西会认 殷型的基因的序列 所以它就在这边就黏上去了 所以它在这边就发光 你就知道说 哦 原来殷型基因是在位于 这一条染色底的这个位置 了解吗 所以我们海白这些目的是什么 就是把这个当作 耳 我们要去 掉基因 什么叫掉基因 就是这个概念 因为你手上 一定要有所谓的 probe 或是耳 你才能够去掉出 你要的基因在哪里 所以这个东西 大概就是这样的概念 那这一章 只能告诉各位说 只要是单骨的RNA 跟单骨的DNA 做互相的结合 这个就叫做hybridization 就叫hybrid OK 那通常我们要做的 其实就是 做一个序列的耳 然后去做 去做 去掉基因 或是去结合基因 所以说你今天 如果说你今天 很多人在想说 经过了DNA 骗影之后 一大堆一大堆 乱七方的DNA在这边 各位你全部都看不到 那你 你如果说我想要知道 胰岛素的基因是在哪里 表现量多少 我就要去跟它结合 结合之后 它在这边显现 所以我可以看得到 眼睛就可以看得到在这里 眼睛看到了 就知道说 哦原来 胰岛素的基因是 大小 size是在这边 量是在这边 是多少 这个就是hybridization的概念 一定要去拿 所谓的探针 所以你们一直 常常在讲说 DNA不是有什么 DNA探针之类的 就是在指这个啊 DNA探针 所以 大概就是这样 各位 这些东西 教课 理论上应该 based你们都了解了 我只要讲hybridization DNA跟DNA 就结束了 还要讲那么多 还要讲哪里去应用 时间多十倍也不够啊 好不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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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tral-mere的 probe 序列 我们就可以去 偵测出 原来central-mere 是长在这里 central-mere 是在中心 就这样 那central-mere的base 是什么 central-mere的base 它可能是 可能是 什么 假设是一段 T-G-G-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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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T-T 类似这样 可能20个base 我就把这个标音光 然后下去混 然后就可以 黏上去 黏上去 就可以知道 central-mere在哪里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 hybridization的功能 至于说 它为什么叫incid 它可以直接看到原位 这个就叫原位 它 原来的位置 这个就是一般的hybridization 一般 因为它已经把 所有的DNA 都把它抽出来 所有DNA 全 DNA 全部抽出来 就放在这边 你就 经过电影 你就直接去用 用这个hybridization 可以看出来它的量 或是 可以主要是看量 好 那这就是它的一个示意图 你可以看一下 好 那这个部分 就是association 其实我就不是很想讲 但是 为了下一张 我要讲 这个东西主要的重要性 你只要知道 它的重要性在干嘛 它重要性呢 就是在检测 DNA的 complex 复杂度 为什么在检测复杂度 我们这边就要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说 这边有一群 OK 就是说 你当你的DNA DNA要解开了之后 我这边先讲讲一个例子 有一个呢 叫poly-U跟poly-A poly-U是不是全部都长一样 跟poly-A是一样 请问poly-U跟poly-A黏合 你觉得它速度快不快 速度快不快 或是说 它找到它的半 它的对半快不快 我们今天这个要黏合 要取决一件事情 我今天要去碰 如果说是ATGC这样序列碰对 碰对了 它才能像拉链一样 很快就拉起来 如果碰碰碰都不对 都不对 它怎么黏起来 各位了解意思吗 ATGC要配对嘛 对不对 好 所以你可想的是 如果是poly-A 或是poly-U 全部都是A 全部是NC 它很快就黏住 黏住以后就黏起来了 好 现在问题来了 你觉得E.coli的 E.coli的GENOMIC DNA 跟老鼠的GENOMIC DNA 要配对合起来 谁的速度比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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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鼠的GENOMIC DNA 跟E.coli的GENOMIC DNA E.coli的GENOMIC DNA 要这样RENATURE 谁的速度比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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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可能会考 但是它要考的是下一个观点 就这个叫做RENATURE的速度 谁比较快 我已经跟各位讲了 如果说是一样的 或是重复高的 它就会慢 它就会快 因为一样的就快 对不对 那现在E.coli跟老鼠的GENOMIC DNA 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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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好 这边都没讲过 来 E.coli快 还有没有别的答案 还有没有别的答案 我先讲一下 我们今天来讲 GENOMIC DNA 不是全部GENOMIC 这边的GENOMIC DNA 是指说把这边的一段 假设5KB好了 我就取5KB出来 这里也要5KB来比 对不对 我们一定要大小一样才能比 不能说你用5KB 我用100KB 那当然你会比较慢 同样是5KB下 请问它在RENATURE的时候 谁比较快 有没有要更改答案 有没有要更改答案 好后面 一样 好有没有要 你选老鼠为什么 你选老鼠为什么 为什么 答案是老鼠没有错 所以为什么 你看我都已经画在这里 EQUALINE 所以我们今天 用这个REASSOCIATION 就是RENATURE的概念 我要讲的是什么 我要讲的不是在检测 它的长度有多长 如果在一样长度下 我是要检测 所谓他的复杂度 什么叫做复杂 如果说全部 locally 全部都是 U-U-UU-U-U 全部都是 U 或者是全部都是 A-A 这样粘合 这个叫做 很单纯 那 所以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要讲 EQUALINE的比较复杂 还是老鼠的比较复杂 同样在5KB的范围内 EQUALINE的比较复杂 还是老鼠的比较复杂 答案是 Equaline 为什么不是老鼠 看图表 看图表 我现在没有在看图表 我现在在问你为什么 你怎么知道 这是正确的答案 老鼠有很多重复的序列 各位你们可能没有印象中 我们都知道我们体内里面 除了有基因之外 还有很多所谓的重复序列 很多人认为这些重复序列 或者这些什么是junkDNA 是垃圾DNA 但是后来发现其实这都很有关系 包括演化 包括自立 包括个性等等 很多都可能藏在 我们认为的junkDNA里面 而且甚至我现在跟各位讲 重复序列有什么重要性 你光是法医在验证身份的时候 都马上是在检测重复序列 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这个 所以我们今天就在看的时候 你就发现说 Amos的CELA的区块 原来就是在这个界中间 CELA的区块其实就是一些重复序列 它一段里面它可能有一些 有些repeat 好 那这个是要告诉各位 并不是说 整理起来 整体起来 因为老鼠的举动非常大 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讲说 单位相同程度下去比 这样子 好 那最后就是检测 这个junkDNA的分子 藉由电油 你看从负电跑到正电 负电跑到正电 DNA就会开始 所以说你看比较长的呢 我在这边就问一下 请问 跑得比较快的 分子量大 还是跑得比较慢的 分子量大 跑得比较快的 不是不是 我是想问你 跑得比较快的 分子量大 你是所谓的慢 是什么意思 什么这样 词异不对啊 词异不对嘛 什么跑得比较慢的是分子量 不对啊 我的问题是你有听懂吗 还是confused啊 好 我让后面来讲一下 来 那个 罗同学 分子量越大 就考得越慢 分子量越大 跑得越慢 分子量大 就跑得比较慢 然后所以说你看这些短的片段 分子量小 跑得快 分子量长 跑得比较慢 这个基本标准的要知道 那这个东西就是 把它让它带电信用 它会从负电跑到正电 OK 好 那所以说这个就是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在紫外光下 就是看就可以看出来 染色以后在紫外光下 可以看得到 好 那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直接跳入到下一章 我跟各位先讲一下下一章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大重点 就是 我开始讲到 所谓的重复序列 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去 讲到这一章 其实这一章就是你们画的图 画的图的部分 你看我们人类有23对染色体 那23对染色体 然后你看就是排内神大概是这样 可是你知道吗 真正的基因只有多少% 2% 所以我所谓的2%是指什么东西呢 你如果可以用另外一个字跟我讲 另外一个方式跟我讲说 请问什么叫做基因占2% 或是所谓的coding region 叫两个什么叫coding region 有点乱 但是基本上来讲他刚才有讲说其实我们在里面会有一些阴窘 都会拿掉所以说只剩下exon 这边你可以看得到 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在讲说基因的一个狭义的概念 是包括哪些呢 包括coding region coding region其实就是什么 如果简单来讲 就是会表现出来 刚才有提到蛋白质 但是其实讲到蛋白质有点太远一点点 其实你讲到RNA 会转入成RNA的地方 就是基因啦 所以说会转入成mRNA之外呢 还要经过splicing 形成functional的RNA 或是functional会再继续转变成蛋白质的地方 才就叫做基因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这张图先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这就是我们一般染色体里面所组成 你看这个第22号染色体上 这么大的size 大概有四五百个基因 四五百个基因放在哪里呢 其实如果是我们把它去看这一段 看这一小段 这是十分之一而已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 大概含了四十个基因 这里面的十分之一呢 大概就含了四个基因 那这就是一个基因 一个基因 一个基因 那你可以看单一的基因组成是什么 单一的基因 你看哦 包括调控区块 promoter区块 exon 你没有看到exon都小小的 英雄很大 英雄很大 所以最后 所有splicing掉了之后呢 最后剩下红色的部分 然后呢 会转移成蛋白质 形成正确的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这样 这些都是 不必要的 的区块 对不对 所以很多很多很多 很多都不是我们要的 所以我们所谓的 有意义的coding region 或是所谓的exon 只占2% 哇 这个很少 所以为什么百分之九十八 人家叫做junk DNA 之类的 那虽然说现在 渐渐已经在修改了 不会啊 我有intron intron占了25% intron有些调控区 调控的关键 还在intron里面 所以它也不能叫做junk DNA 它就是想说 这个地方大概有25% 好啦 那你除了25% 那其他的cromosome 长相长怎么样 有些是基因 像刚才那张图 有些是基因 有些是promoter 你都知道了 那其他的长相呢 其他的长相 我就跟你讲说 它可能有centromere 有teromere 这个东西占8% 然后呢 其他的部分 还有叫重复序列 占了50% 各位 你们在学生物的时候 你们只在意 转入成mRNA的那个2% 其他的98% 各位都没有在学的 了解吗 所以你们很专注在学的mRNA 全部只占2% 还有98% 各位还有等在了 你们这有生之年去发掘 好不好 所以我跟你讲说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跟你讲说 除了这2%之外 还有其他的地方是包含什么 那你们现在带有概念 其实还有所谓的25%是属于英雄的部分 英雄当然这个字写错了 英雄当然也认为说可能功能性不是那么大 那还有调控区域也占了10% 那centromere 这个其实也算是重复序列 只是它有一个特殊的名称特殊的功能 所以我把它列在这里 那其他还有很多呢 重复的序列呢 占50% 这个是大家会非常陌生的 那我们今天呢 会稍微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区块到底是什么东西 好 这个就是一个示意图 你看你们眼睛 目光如豆的看着这个蛋白质 其实就是这小小的红色 还有这个区块很少 那这个东西呢 你可以看到说我们DNA 从聚观 就是从染色里一直画到 画到这边 大家都画得不错啦 那这个注意哦 这个图 Sugar是要连接在被子上 磷酸是介于它们两个中间 有些人画一画 最后就错位 然后磷酸就画在这里 那这个要注意一下 那这个地方当然 我们重点除了在画这个ATGC的结合之外 还有重点是在这个区块 形成八个具体的Nucle cell 八个具体 以及中间呢 还有一个Histone H1 去把它连接住 就是这样 那你看这边需要有147个Best Pair 这个要不要败 这个其实久了都应该是要败啦 都知道要知道 大概就是这样 那在细的这边 这边其实就不需要了 这个形成是六个 形成一个Solay 就是这个辐射状 好那大概是这样啦 那这个我就没有特别要 各位强调一定要去背 你只知道说 这个是从聚观一直到尾观去就好 显微镜我们顶多只能看到这个 电子显微镜也许可以看到这里 电子显微镜大概可以看到这里 电子显微镜大家就看到这里了 好那这是我们这一章的重点 就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除了有刚才讲 英虫跟这个一些基因的特殊序列 protein coding的region之外 好各位请注意 这些百分比不用去抢劲 你只知道大概是1.52% 这样就够了 因为我觉得我很不喜欢大家说 这个为什么变来变去 那没有一直跟你讲说 这个大概的数码 就像民调会上上下下一样 这个序列也没有完全的确认 所以有时候会有一些上下的拆 不同的书会有不一样的写法 那就不要太去斤斤计较 那重复区列 你看看这一档块 这个就是我们要大家记得的名词 一个叫line 一个叫sign 有人说line我很厉害 我line朋友最多了 就是这个字 可是你要知道这个全名是什么 sign是全名是什么 等一下我们会跟大家讲一下 那我就直接在这边讲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重点 我就先跟大家讲 其他前面我觉得反倒不是 不是什么重点 有空再回来讲 但是我要先讲一下 这个line跟sign这些东西 这个图是我觉得课本上画一个还不错的图 它就只要跟你讲说 我们到底染色体上有一些重复训练 那这些重复训练到底是怎么样 它有分所谓的高度重复跟中度重复 在高度重复里面就是有所谓的sign DNA sign DNA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Telomere跟Centralomere就是属于stelial DNA 卫星DNA 或是说它的重复训练很高 所以在这边 Centralomere跟Telomere的部分 好 那再来就是中度重复呢 就有这两个区块 一个叫tendent repeat 一个叫做闪支训练 intersperse的retrochers boson 你只要知道这个intersperse 好 那这边又有分成三个区块 一个是riboson 内人基因 或是VNT或是STR 那你说这些东西要怎么备 要什么备 其实我觉得还蛮容易的 这个你看哦 你只要看到这个tendent是什么意思 我们先讲这个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Sentralomere跟Telomere Tendent repeat Tendent是什么意思 Tendent repeat是什么意思 请问Tendent跟 都是repeat的 都是重复序列 请问Tendent跟intersperse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我先问一下 Tendent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串联 OK 它串联在一起 很好 串联在一起 好 好 那那个呢 intersperse 散字 散在一起 散开来 好 那 所以 什么叫做 什么叫做 Tendent repeat 就开始这边 这边 这边要跟大家讲 请问你觉得 这个是 Tendent 这个是所谓的 Tendent repeat 还是 这个是属于Tendent 还是这个是属于Tendent 上面还是下面 上面还是下面 就直接讲 上面是不是 上面 这个是属于Tendent repeat TA怎么拼 T-A-N-D-E-M 好 各位Tendent repeat 你可以想一想 就算了 有些人可能想不起来 这是什么字 这个写力车就是这个字 Tendent bicycle 就是写力车 所以你要以前以后的概念 好 所以它是串联在一起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 散字的 散字 intersperse 所以 你今天你只要知道说 这些 这些名词的概念 你就会渐渐了解 是什么意思 Tendent repeat 跟散字概念 所以Tendent repeat 是这样串联在一起 这个呢 这个就是 那 他不是讲说 这是重复序列 什么叫做重复序列 我们先讲一下 Tendent repeat 你的重复序列 假设这边有一个序列 叫做 GA 可以看得到 GA GA 这是不是重复 重复GA GA GA 一直重复 他可以重复几个 可能重复15个 所以这个就叫一个一个重复 你会发现这个重复是不是连在一起的 串联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叫做Tendent repeat 一直重复一直重复 好 那这个呢 散字序列呢 如果有一个序列 叫做AGG CCTT 就是这样 AGG CCTT 然后这边也是 AGG CC TT 它有没有串联在一起 没有 没有串联在一起 是什么意思 串联在一起 各位 串联在一起 表示说 它可能在这条染色里上 它 是串联在这里 它是排列在一起的 没有串联在一起呢 表示说 它这个 这个区块 可能在这条染色里上 有这个重复 就在其他染色里上 也有重复 甚至在这个地方 也有 它有没有串联在一起 没有 它是分开的 但是这个序列 跟这个序列 长得一样 所以跟这个序列 长得一样 就这样 所以各位了解吗 什么叫散字 散字在染色体的 各个区块 什么叫Tendent 全部都接在一起的 重复序列 就是Tendent repeat 了解吗 好 那接下来 只剩下什么 什么叫做Mini 什么叫Mini跟Michael 什么叫Mini跟Michael Mini比较大 Mini比较大 还是Michael比较大 还是Michael Mini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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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i是Mini Mini Michael呢 尾很尾小 现在我们知道 我比尾小更小 9 更小 好 既然是Mini是小 小C 尾更小 所以各位 你觉得哪一个的Repeat 比较长 VNTR的Repeat 会比较长 还是STR Repeat 都已经跟你讲了 这个是小 这是尾小 所以这个就是小 所以 什么叫做小的概念 序列只有两个 两个 两个Repeat呢 就是STR 实际上 其实它的Repeat 可能是可以到 2到6个Best Pair 都可以 2到6 这是两个 这个呢 可能就要到 15个到100个左右吧 所以说它的序列 Repeat就比较长 就比较大 Mini 所以这个叫Mini 所以叫VNTR VNTR OK 这个是Micro 更小 因为它序列比较短 了解吗 好啦 一样啊 闪字序列有分长短 你觉得哪一个是长 哪一个是短 哪一个是Line 是长 还是Size 是长 哪一个是长序列 哪一个是短序列 哪一个是短序列 你怎么说Line 你怎么说Line 是长 因为这个字嘛 L OK 所以这个Line 就是长的意思 那这个Size 就是Short的意思 Short 所以说长跟短 是什么意思呢 就在这边啊 OK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画出来的诗意图 Line 跟Size 就在这边啊 好 那你说这个 这个闪字序列 到底有多长呢 这个我就背不太起来 这个是Line呢 多长呢 各位 注意哦 这是1到6KB 这么长的repeat 你会想一想 1KB 而且这边 等于说这边有一段 这边有一段 这边有一段 1KB 1到6KB 1到6KB 你假如说1KB 好 结果这边有一段 也是repeat 这么长的1KB 哦 sorry啊 这个1KB 其实在整个欄这里 还算小case 好 Size呢 Size就是比较短序列 它是短序列是多少 是 也是 虽然是小 但是也不小 100到500个 base pair 所以说 其实你看它相对是 比较短的 短的repeater 它相对的是比较长的 所以Line跟Size 就是这样 那代表性是谁 代表性就在下面 这几个 这个字 一个字 叫Alu Alu Alu 这个Size 它的名称 就是 Alu序列 只要讲到Alu序列 其实就是讲 show repeat show intersperse repeater aline 就是L1 OK 大概是这样 那我们就接着 了解这张图 其实就是我看 画在黑板上这些 那剩下的 就只是一些解释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 叫做 sail li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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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意思 给后面那个 好 卫星 是卫星 好 那请问一下卫星用在这里 的意思是什么 卫星DNA 了不起 发射到太空 嘛 各位要会解释 通常卫星的概念 在生物学里面是什么 卫星在生物学里面是什么 一个女生旁边有好几个男生 这个其实也叫卫星 那我们今天这边在讲的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在离星的过程中 离星中有主要的band 会 DNA的band band会显示出来 但是有一些重复训练呢 它很奇怪 它就不显示在这里 它就会显示在这里 所以它是主要band 旁边这个 围绕在主要中心的旁边 那个就是叫卫星的概念 所以各位 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卫星 卫星的概念就是说 你在养微生物的时候 有个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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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卫星会出现在 什么叫做卫星的coloning 出现在哪里 有一个名词 有一个名词 Cellulite Colony 有人有概念吗 有的人就上来画 卫星DNA 卫星的coloning 会长在哪里 有人有概念 居然是它的卫星嘛 所以应该怎么样 要不要尝试来画画看 尝试上来画画看 卫星Cellulite Colony 是在哪里 对 OK 好 直接画一个就好 一个代表就好 好 这一个 或 还没有 还没有想要 画其他的 好 你要上来画 概念还不错 有点出来了 是这样吗 OK 你怎么知道 猜的 猜的 你做过实验的 还要猜喔 你不是在原生物做过实验的 OK 会有这样的情形 那 为什么 因为 微生物呢 不会长整个满满的 它一定会呈现coloning的状况 而且我已经跟你强调了 是Cellulite Colony 所以它应该是要长一颗一颗在那边 好 那当然啦 这个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长成这样 为什么会有长卫星 卫星coloning 会了解吗 知道吗 你要想一想喔 他们 这些卫星coloning呢 为什么能够生长 他们为什么长得比较少 一定就是 这个卫星是我们不要的 这个都是杂菌 这个叫做杂的 我们真正要的是 我们在做分子生物学的时候 我们要的是这个中间 这个东西 不要有coloning的 如果这个有长 这个最好不要选 就是选这些没有的 那有的话 为什么会有 为什么会有 因为这个是抗生素筛选的盘子 所以你的coloning 都是抗生素筛选过了 所以说这个都是你要的coloning 结果呢 会长了一大堆卫星的coloning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你不要 为什么它会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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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Google的吗 那还要让你打吗 那还要让你打吗 有没有人真正自己想到的 你自己想到了吗 你自己想到了吗 蛤 不对 卫星coloning还是没有抗药性 抗生素没有混均匀 抗生素没有混均匀也不对 OK 不过你们都有很好的想法 就是说 第一个 它为什么能够长在这个coloning 一定是怎么样 一定是这个菌 本身有抗药性 或者是 要涂不均匀 没有涂到 所以说如果药只有涂到这里来讲 这里呢 就会长很多杂菌 是一定的 所以这里为什么会长 为什么会长 原因是因为 当你这一棵长出来的时候 你会释放一些抗生素 到这周围 所以你的周围 其实是没有抗生素的 没有抗生素 其他的菌呢 就说 就雨露均匀 它就长出来了 所以这个呢 这些 其实这些是没有抗药性的 它为什么能够生长 是拜这个太阳所赐 把那个周围的抗生素 分解掉 所以它就可以长出来了 所以 卫星的coloning 是我们不要的 不是我们要的 各位了解 要了解这个概念 好 那我们讲到这个卫星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它如果说要去检测 卫星的区块 就是central mirror 区块 那我们这边再稍微讲一分钟 就把它结束掉 那你可以看到central mirror 的一个重点 就是在于它的区块 它的DNA的序列是在这边 我们这个下次再讲 看一下我要讲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看到几个重复序列的一个概念 就是包括这个 Telomere Central mirror 以及这些重复序列 那这些重复序列呢 当然会有一些生物的用途 我们下次再跟大家讲 那但是我先把这个 这个几个英文名词 跟大家再讲 什么叫做VNT 其实就是Variable Number Tendon Repeat 你看就是Variable 就是Tendon Repeat 然后它的长度是多少 然后另外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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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 等一下 STR 就是Short Tendon Repeat Short 所以它大概是2到6的Best Pair 就是这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这些字 那再来就是Line跟Sign的全名 Short Intersperse的Element 就是这样 然后Long 这个Long Intersperse 长字序列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里的大小 然后还有它的Family 占的比例 你看这里占的大概40% 所以就是说占的非常多 那我们下一堂课 就会继续讲说 它的一些 这个 在检验上的一些功能 好 那我们今天先上到这边 谢谢大家